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应该是85到88公斤左右 专家亲身实践减肥方法 三条锦囊妙剂助您减肥成功 老师刚才给到胖胖一个大红包 里边写出了四字专言叫做中医调理 包括关心病 你这些疾病 你在如果调理好了以后 你减肥的时候得心应手 不容易出问题 中医调理是减肥的前提 那么调理后 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减肥呢 这样一个姿势 两边收伸出来 这样收 对 这个动作 但是一定要用腹肌 今日健康话题 三位一体减肥法 饮食养生会精彩马上开始 欢迎你锁定湖北卫视 饮食养生会 我是主持人段剑海 首先欢迎胖胖 欢迎蕙扬 大家好 本期爱问团是胖胖弘扬 段哥你这拿的是什么呀 那么有喜事段哥 要发喜帖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 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也是要表彰它 因为胖胖同学 作为我们饮食养生会 从开播到现在 从来没有缺情过 从来没有缺席过 所以说我们要表扬它 全情奖 对 三个 我有红包 对 好大 好大 快给我 对 这样子我觉得光以我的 这种身份来发给你 感觉还不够重视 我们请出一位专家好不好 去骗人是吧 对 专家来为你发放这个红包 这红包很特别 里面是什么呢 欢迎欢迎 让我们赶紧邀请他 我们向专家说来自于 中国中医科学院 望京医院主人医师 陈武山老师 有请 欢迎 陈武山 中国中医科学院 望京医院内科主人医师 长期从事内科临床工作 你看看 今天的话 就是您带着这三个红包来 要嘉奖胖胖同学 选金奖 对吧 我觉得您之前对胖胖 其实是非常了解的 因为经常看节目嘛 对吧 对胖胖目前的状态 是非常的了如这样 是不是 是的 所以咱们是要给他 什么样的红包嘉奖呢 把身体变得苗条的一个方法 减肥的 对 脂肪啊 叫方儿 其实是属于一种很 适合你的一种减肥方法 等…给我看看… 这样…先打开一个 你让人着急 一个一个打开 一个一个地打开嘛 还以为是钱 我也以为是这个 这个比钱更重要 对 中医调理 中医调理 其实呢 老师是想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有些特别的方法 特别是用中医调理的方法 也可以让我们的身体 特别是比较肥胖的身体 也可以去健康 首先 为了让大家觉得这套理论更有说服力 我们先来看一组照片 好不好 陈老师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是谁啊 知道是谁吗 陈老师 样子长得还是像 但是怎么那么胖啊 是PS上去的吗 不是 不是 就是我两年前就这个样子 两年前的陈老师就像这样 那时候多重 那时候应该是85到88公斤左右 那个体 最重的时候 这是85公斤左右 对 我最胖的时候是88公斤 您现在多重 现在68 那减去了大概有40斤 40斤 对 所以说对于您来说 真的这个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当中 就通过您自己的这一套体系 把它给完全地减肥下来 对不对 对肥胖的人来讲是减肥下来 但是对瘦的人也可以长起来 真的吗 陈老师 因为针对胖胖就是减肥的方法 中医我减得多了 减肥的我也减得多了 我就没瘦下来过 就不知道您这个调理真的有用 跟你一样 我也有二十多年的体重 85公斤以上 我也用了很多很多的办法 不但是别人的办法 还有自己的办法 除减肥的这个方法 最后都是减下来以后反弹 对啊 我也受过 所以没有办法 后来我自己实在没有办法 就自己来创一套 叫三味一体 三味一体 三味一体 它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一种减肥的方式 到底我们中医的减肥理论 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请老师坐下来告别 细细分解 老师刚才给到胖胖一个大红包 里边写出了四字箴言 叫做中医调理 为什么在您的减肥体系当中 中医调理占据首要位置 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很多人 减肥的过程中容易反弹 那说明他为什么会反弹呢 就是因为身体上有些问题 这些问题不是靠直接去减肥控制饮食 运动这样子能解决 他不解决以后他就会很容易反弹 你要解决他身体上肥胖的原因 这个病因把它去除掉了以后 减下来以后就不容易反弹 明白了 我自己曾经我也受过 但是现在又胖起来了 没有维持多久 对 但是我就有一个很深切的感受 我通过运动健康的饮食之后 我的身体就已经没有 就是胖子那时候 什么每天活昏睡啊 困啊 懒啊 包括便便之后 比较堂息这一点 只要我健康的饮食 他就感觉像变了一个人 但是我一旦恢复到 我原来就是胖子时候的生活方式 饮食习惯 所有的胖子这种特质困 懒不想动 又能吃又回来了 我觉得这个体质好像 我就跟他们瘦子不一样 这也是真的 是非常难调的 所以这个体质你调过来之后 还要保持 这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就是你必须保持这个东西 调好之后 你不让它再回到这个过程中 意思就是要用 一定要坚持 用一个胖子变成一个瘦子的 是一辈子的事情 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要用中医调理 是因为 如果你不调理 在很胖的时候 身体会有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 有可能跟你的生命有关系 比如说心血管出了问题 脑血管出了问题 如果这个时候 让你马上节制 控制一下饮食 加强运动的话 你的心脏会受不了 你的血压会受不了 你这个方面的肾脏也受不了 甚至你的关节也会受不了 那么这个情况下 你也需要做调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 如果通过中医调理 要把身体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 就是有疾病 诊断成的慢性病 刚刚说的高血压 糖尿病 脂肪肝各种等等 对啊 糖尿病 然后脂肪肝 然后血脂膏 然后还有其他肾功能不全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包括关心病 你这些疾病 你再如果调理好了以后 你减肥的时候 这个德性应手 不容易出问题 老师说到这个中医调理的话 其实我们平常知道 一般的肥胖的朋友 容易有两类疾病 居多一点是吧 一个就是脂肪肝 另外一个是高血脂 是吧老师 是的 肥胖的比较多 那针对这样的一些疾病 按您的逻辑 就是说先把这两种病 我们先把它去掉 这样的话呢 把根找到了 我们再去减肥 也许效果回来得更快 是这个意思吗 准确地讲 是把这个病因去掉 还不是把病去掉 刚刚胖胖说了 减肥的过程中 就可以把血脂跟脂肪肝 对 调解好的 那我就把这个 你不能在这减的时候 这个致病的因素还在 所以我用中医 给它赶出去 好 那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咱们这个 红包里的内容 就鲁山真面目出来了 因为这里已经给出 两个具体的方了 这两组方分别是 您当初用来干嘛的 一个是降血脂的 一个是脂肪肝的 去病因的 好 那么这个呢 大家看一下 这里头有八胃药 那么这个主要是降血脂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常用的 也就是说比较普及的 但也不是百分之百的 是于每个人 对 是些什么呢 同样是血脂高 同样是血脂高 因为有不同的体质 比如说有寒性体质 有热性体质 有血液体质 有抑郁体质 有抑郁体质 有痰湿体质 这些不同的 用的方式会要加减 基本方式 谢谢 针对减肥前的中医条理 专家也给出了两个药方 分别用于 调理脂肪肝和高血脂 首先针对高血脂 专家用到了以下八位药 绝名子 清肝利胆 结梗 化痰 麦芽 清肝 荷叶 沥湿减肥 陈皮 健胃 单身促进血液循环 保护心脑血管 山楂 消脂 干姜 降血脂 专家告诉我们 血脂的代谢紊乱 是肥胖的主要诱因之一 这八位药一起肩服 可以起到降低血脂的功效 只有让血脂恢复正常后 才有利于后续的健康减肥 这个代茶饮的 还是必须熬制这样 可以代茶饮 但是这个我用的时候 是用的熬制的 因为量比较大 不是 就是量比较大 量比较大 所以你少量的时候 你就带茶饮 好的 那这个方式 会就稍微的 更这个重口了一点 对 这个是用来去脂肪肝的 这是脂肪肝的 也是去病因的 你看这个脂肪肝里头 大家 这个麦冬 麦冬 它是养胃 对 因为脂肪肝的病人 一般都会影响到胃 就叫木克 针对脂肪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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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的输泻功能 才能正常运转 才能够更好的消脂减肥 老师呢给我们带来的 这两个方式 都是当时针对自己的这个 血脂膏 以及有脂肪肝 进行组合的方式 先做一个调理 对 当然这里边内容特别多 是吧 如果说呢 你也想寻找到 属于您自己的 合适的这种 调理的方式的话呢 欢迎您掃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在这里有您所需要的 最全面的减肥食谱 又到了养生实验室的环节了 我是养生实验员吴清 那么俗话说得好啊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那现在我们夏天 其实用冰箱和空调会更多 所以寒气也会更重 那么针对这种生理特征呢 我们今天就要给大家 带来一个夏季调理秘方 医书记载呢 甘江新温 温中山洞寒 回阳通脉 生姜可以说是我们夏季 去寒痒痒的最佳选择了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小米方呢 要用的就是干姜 那首先呢 我们需要把干姜去皮 因为虽然说我们的姜是性温 但是皮是性寒的 我们去掉皮之后 大概我们要用一两左右 五十五克 差不多一两 好了 现在我们就需要 把这个姜切磨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锅 在里面加上四百毫升的纯净水 这个是我们刚刚量好的四百毫升 好 现在呢 把我们刚才切好的一两的姜 放进去 好了 那现在我们的姜汤已经煮沸 并且煮了五分钟了 现在我就要关火了 那现在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姜汤 分别盛在两个杯子里 那我们针对脾胃虚弱的人呢 我们需要的是在里面 再加上一些点红糖 这样喝起来的效果呢 会更好 来 搅拌一下 因为是开水啊 这个红糖很快的就融化了 那另外一杯 我们要加什么呢 是针对很多呼吸道 不太好的朋友 我们需要加的是蜂蜜 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 我们不可以在开水的情况下 加蜂蜜 最好是等它凉确到 三十到五十度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再加入蜂蜜 那这样的姜汤呢 其实我们推荐大家 在春夏季营用 到了秋天 就不要再饮用了 而且最佳时宜的时间呢 是早上空腹饮用 过了周末以后 就不要再饮用了 这样的小妙招 您记住了吗 第二个红包 第二个红包 准备要拆开你的第二个红包了 对啊 我期待很久了 看看第二步是什么呢 好的 是什么 来 饮食调理 饮食调理 什么 就少吃呗 反正说到这个就不是很开心 我反正就想 为什么呢 不控制饮食 不运动就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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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只能去缩胃了 我告诉你有两点 我这里要说的 我原来一直跟他们 在网上我也讲过这个话 就是如果你是 靠完全控制饮食的生饿 主话叫生饿 控制饮食来减肥的话 那你一定是往医院里 给自己导到医院去 一定会出问题 但是如果是饮食不做调整 的话不控制 不控制饮食的减肥 也就是说已经是白搭 就这个 所以要调整 调整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总量要控制的 总量要控制 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饮食调整 就是早晚 早中晚餐 要做调整 养生小技巧 专家讲到的饮食调整 至关重要 首先我们要制定 合理的饮食规律 有意识地分配 一日三餐的 营养和热量 让早上摄入的 热量多一些 晚上则应 尽量少一些 多摄入一些 卡路里较少的 青菜瓜果类食物 这么做 较之以为 控制饮食来讲 反弹的几率 要小很多 其次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对于一日三餐 要按时摄入 不吃或者少吃 高脂肪 高糖分的食物 最后 调整食物结构 按照所需热量 调整食物的结构 采取控制主食 面食 肉制品等 增加负食 青绿蔬菜 新鲜水果等的方法 使三餐的摄入总量 不要有太多的减少 让肠胃的舒张度和原来 保持基本一致 专家认为 只有通过以上三点 进行饮食调整 三味一体减肥法 才能发挥完全功效 下边 让我们来看看 专家带来的最后一个锦囊妙计 是什么 饮食调整固然重要 身体修复也必不可少 肩宽的 是中矩的 越来越难 对 还有就是到更小的这个 这个 更窄的那个 这个最难的 可以单腿 运动减肥方法多样 看专家还有哪些锦囊妙计 这样一个姿势 两边收伸起来 这样收 对 这个动作 但是一定要用腹肌 今日健康话题 三味一体减肥法 饮食调生会 精彩正在继续 刚才讲到了饮食结构 这是第二个 孔包 我们再看看 第三个是身体修复 身体修复 我不太懂事 那这个身体修复到底是 一种什么方式呢 是说是一种运动方式 还是说是一种 按摩呀 怎么样 运动方式 就是一套健身的运动方式 动作是吧 对 动作 我们可以理解成 是一种减肥操 可以吧 好 那我们这样 我们跟着老师来看一看 它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一种减肥操 好呀 我们来体验一下 好不好 好的 欢迎您继续锁定 湖北卫视饮食养生会 那今天呢 我们的陈老师将会 带着您一起来感受一下 三味一体式的这种减肥方式 老师刚刚提到的第三步就是 身体修复 主要是以这种动作 运动方式 对 我们来看看您比较特别的 这种运动方式会是什么 好吗 老师您给大家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 第一个动作就是俯和撑 俯和撑呢 有宽度不一样 宽度不一样 这个效果也不一样 好 很难的 这个宽度是比较宽一点的 对 最宽的 第二个是中间的那个位置 尖宽的 这中距的 越来越大了 对 还有就是到更小的这个 更窄的那个 这个是最难的 可以单腿 那分别做几下呢 每个人自己不一样 体力 可以从一次两次都可以做到 十次二次 还可以拆开来做 好的 那么这个动作呢 其实刚刚看了不一样的宽度 那么效果不一样 就是主要是经脉 不同的经脉 上面手上有三阴三阳筋 对的 每次做的时候 跟刺激到的这种 刺激的肌肉不一样 你的经脉一打通以后 整个身体就特别好了 老师差不多了 你该下来给我把把脉了 看看 还没有呢 太少了 一个动作可能太少了 而且 大家可能看看 可能体型过于肥胖 我做不了 做这个伙传 可能难度是有点点大 对 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 下面就教一个那个里头 这个修复法里头的 有一个动作 叫卷腹 卷腹 我也给大家做一下 好的 我们看看您给我们的卷腹 有什么不一样 卷腹的方法呢 其实很简单 关度是怎么样呢 这个手 再往后支撑 不要做那个抱头的 抱头的可能会对颈对不好 对 老师对你说的 这样一个姿势 两边收 伸出来 这样收 对 这个动作 但是一定要用腹肌 不要用腿的使劲 要用肚子上的使劲 就用腹肌 那么做多少 自己看 养生小技巧 基于专家带来的三位一体 减肥法理论 在中医调理和饮食调整之后 我们要进行身体修复运动 除了适合中青年人群的 俯卧撑和卷腹法之外 您还可以选择 其他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来进行身体修复 比如慢跑和快走 可以持续消耗身体脂肪 健康有氧的同时 亦形成习惯 但需预防关节损伤 每天时间不宜过长 还可以选择游泳 游泳可以持续消耗身体脂肪 对关节的损伤也最小 是减肥减脂最佳的运动方式 另外 您也可以尝试 瑜伽太极拳等慢速运动 缓慢调节心肺功能 达到减肥目的 专家认为 三位一体减肥法的步骤 缺一不可 只有长期坚持 才能真正达到健康的减肥目的 三位一体减肥法 您学会了吗 老师今天在这里 给我们带来这么一篇套 三位一体式的这种减肥的理论 其实我觉得还真的 还是挺奇妙的 至少从老师个人的 这个减肥成功经历上 可以看出来 我们也希望能够 对电视机前的您的减肥计划 能够有所帮助 那如果说您还有什么样的疑问 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食谱 和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做去 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这里有您所需要的内容 再次谢谢陈老师 做客引致养生会 谢谢您 谢谢 好了 在这一刻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的大厨究竟在厨房当中 会为您带来怎样的美味 茶叶香气浓郁 今天养生大厨令辟蹊径 为您带来茶香美味 最后我们会吃到一个 满满茶香味的一个虾仁 饮食养生会精彩继续 饮食养生 健康生活 欢迎来到养生厨房 我是胡青 我是郝珍娇 今天发现演播室里 给我泡了一杯茶 我跟你说 这个茶还真不是给你喝的 正要尝一尝 这个茶呢 我跟你说 喝茶得分时间 得看什么人群 包括喝茶的这个浓度 都有关系 今天这个茶啊 咱们是直接入菜的 入菜 我平时用茶 一般我会做一些 自己给自己冲个奶茶 或者做一些抹茶类的糕点 但是入菜的话 今天好大厨 您别卖关子了 我们要做什么菜啊 今天呢 咱们用这个茶做一道茶香虾仁 茶香虾仁 那这个茶香虾仁呢 你看啊 首先咱们这个茶叶 提前已经泡好了 那这个茶呢 一般就选这种这个绿茶 就可以了 如果要是炸的菜 咱们就用这个红茶 如果直接入菜 咱们就用这个绿茶 浆这个虾仁的时候 咱们就放一些茶汤在里面 这个是已经放过茶汤了吗 已经放过茶汤了 然后加上一些盐 咱们加上干净的 让它上浆上好就可以了 好 另外呢 这个茶汤咱们还得留着 茶叶留着 都要入菜 好 这道菜因为是虾 所以应该也算一道快手菜吧 快手菜 那这边呢 咱们先把油烧上 油温呢不用过高 大概三成热就可以 好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咱们先把这个虾仁的这个 汤汁兑好 那首先呢 在这里边要加入适量的盐 胡椒 白糖 茶汤 红江水 水电碗 下一步就是把这个茶叶 然后把它递出来 好 直接把它的水分挤干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茶一会儿会直接入锅 难怪呢 您总说有茶香 我在想这么两小勺茶 怎么会有茶香呢 所以这个茶叶入菜 咱们说分茶汤和茶叶 茶叶 所以这道菜咱们茶汤和茶叶都用着 那刚才说了油温不用过高 大概三成热 直接下入虾仁 将虾仁通过这种低温 给它养熟 养熟 就是只随着油温的增高 虾仁也就随之成熟 通过这种慢慢的升温 让这个虾仁逐渐热 你看通过这种方法 滑出来的虾仁 它的颜色始终保持这个虾肉的本色 茶叶香虾呢 你看今天咱们采用这种滑炒的方式 如果您喜欢这种酥脆感更强的话 这个虾仁可以直接裹护去炸 茶叶也通过炸的方法 那你会得到不一样的这种风味 哇 现在已经看这个虾仁 觉得特别的有食欲了 这里边加入一些配料 胡萝卜 黄瓜 胡萝卜和黄瓜 对 好了 胡萝卜黄瓜下锅之后 这会儿我们可以看到 虾仁已经非常的晶莹剔透 没错 那这会儿这虾的口感是最好的 所以马上离火 把它控出来 好 离火控出来 把油留下 对 如果一直在油中间 让它炸会变老 对 那这会儿呢 你看 锅不用太热 直接放入这个茶叶 就是把倒掉油的这个锅里面 还剩下粘着那么一点点油的状况 对 炒一下茶叶 放一点茶叶 哇 其实我知道电视机前很多的朋友们 特别喜欢喝茶 那么茶呢 也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的饮料之一 那么其实由于这个茶水过浓的话 其实并不会对我们身体会产生好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这个可能会影响我们人体 对于食物当中 铁等等一些无机炎的吸收 会引起一些贫血 还有个就是饮茶的数量 咱们一定要控制 有的时候咱们早上起来泡一杯茶 一直喝到晚上换好几泡 其实一天八到十杯茶就可以了 如果您过量的去喝它的话 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 关键就是刚才郝老师还提醒我 是饮茶时间也有讲究 没错 饮茶的时间不要在饭前和饭后 一小时以内 离我们吃饭的时间远一点 不然的话会影响 我们对于这个蛋白质的吸收 再有就是 有一些人群是不适宜喝茶 我们再叮嘱一下 一个是贫血的患者 特别是患了缺铁性贫血的病人 这个茶当中的柔酸 可以使食物当中的铁 形成一种不被人吸收的沉淀物 所以会使病情加重 还有一种就是神经衰弱的人 以及甲状腺功能抗净 结合病的患者 因为茶当中的咖啡因 会引起一些基础代谢增高 所以也会让病情加剧 还有就是胃和十二指肠 溃疡的患者 这个咖啡因也说 会刺激我们到胃液 会让大家的溃疡加重 你看通过这种小火的煸炒 我们看到这个茶叶 已经在逐渐的脱水 形成这种干酥 干香的状态 我们好像只在张茶叶里 见过这种酥酥的 咱们今天虾仁也可以 对 然后这会儿呢 我们用些这个冻油 放上姜蓉 姜蓉 咱们在烹虾的时候 一定是离不开姜的 好 所以放上一些姜蓉 把这个姜蓉给它炒香 是不是海鲜类的 水产类的 基本上都要烹香 都要配一些姜 这样很好的可以抑制 这海鲜类的 海鲜食物当中这种含性 是 这会儿我们可以闻到 很浓郁的茶香的味道 同时呢 你看通过这种上姜的方法 虾仁始终是没有脱水的状态 没错 接下来 它调好的芡汁 淋入虾中 这个芡汁里也有茶汁 所以呢 一会儿我们会吃到一个 满满茶香味的一个虾仁 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出锅了 马上就可以出锅了 最后再翻炒一下 好 好了 茶火关火 出锅 来 茶香虾仁出锅咯 茶香虾仁 一 虾仁用茶汤 盐干淀粉上浆 用胡椒 白糖 茶汤 葱姜水 水淀粉 调成酱汁 二 起锅 油烧至三成热 下入虾仁炒至变色 下入胡萝卜 黄瓜 继续煸炒 三 下入茶叶 姜蓉 淋入嵌汁 一份鲜香味美的茶香虾仁 就完成了 入下了 我就有的时候特别不爱吃肉 但是呢 我觉得蛋白质又人体必须的 您选的这个虾仁 我就觉得特别适合这个季节 非常的清淡爽口 对 而且又配上这个茶 让这个蛋白质更加的清爽 吃起来一定是 又营养又美味又健康 吃起来 吃起来